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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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到九八世界杯保育工作 一聽到保育工作 大家就知道要多點一份廣告 今天好興奮 因為終於都講到英格蘭 大家要看回我這條片下面詳情的連結 我就上載了當時香港電視台的粵語評述錄影 讓大家真是這次可以懷緬過去 這裏要多謝我的Youtube好兄弟 他會繼續為我們提供英格蘭和巴西賽事 的九八世界杯粵語評述影片 再次感激Classic Moment2010 大家可以去Youtube找一下他 今天我看回當時製作的水平 真的覺得非常震驚 除了這次旁述的製作當中 有阿叔林尚義、大哥魚、粗玉魚和萬能忠做評述之外 李一勤是做主持帶動的氣氛 還有這個特派記者去到當地 和李一勤即時匯報 去到講戰術的時候 也有香港資保國家名為我們分析戰術 講到這個是球證的部分 也有殿堂級的球證陳譚新先生 是為我們指導的 勁到沒有人信的這個是陣容來的 現在我們再看以後往後任何世界杯賽事 就已經沒有那麼大型的製作了 當時98年就是最後一屆 香港的免費電視直播世界杯 有免費電視 即是當時無線和亞視競爭 有競爭就有進步 當時真的是球迷之福 但之後轉了收費服務 收費模式之後 收費的電視台都會有他們的製作 方法都類似的 但是就沒有了競爭 變了少了尋求突破的意欲 講回英格蘭 英格蘭是沒有辦法晉身94世界杯 所以回顧這一部分 我就選了96年作為比較 96年歐洲國家杯 英格蘭自己主辦 而且差一步之搖 就是可以晉身決賽 又是輸5射12馬 同樣都是四強輸 亦都是輸給德國 重複90年世界杯的慘痛經歷 90年的時候 即是連尼加國一代 終結了之後 去到96年有班新的球員 是加斯居尼的帶領底下 希望他們在國民的面前是威翻次 加斯居尼在96年的時候 算是不錯 對著蘇格蘭的時候 入足球經典入球 加斯居尼是英格蘭足球 歷史上比較罕見的天份球員 60年代 布比查爾頓之後 就是他的 是超級連結人的角色 之後史高斯已經算是比較低調的那種 不是加斯居尼那種高調的進攻中場 謝拉特林柏特也比較傾向公兵營 並不是加斯居尼那種天份球員 來到2020年的今天 看看熱切的迪利艾利和馬迪神皇后 還有沒有大進步 看看96年的英格蘭陣容 你會發現96年的教練雲娜保斯 他是用4-4-2的 當時發現如果加斯居尼上去進攻 其實有5個進攻點 前面是蘇利亞搭蘇寧咸 左邊是馬南文 右邊是安達頓 有足夠的進攻火力 去散發加斯居尼的能量 所以96年的時候 曾經贏過荷蘭4-1的英格蘭 但去到900世界盃 英格蘭突然放棄了傳統的4-4-2 或者5個進攻點的結構 變成三中堅結構 只有3個進攻點 情況真的有點像 20年後 2018年的英格蘭 為何900年的教練何道 會像現代教練修夫基 這樣在一把世界盃上 用三中堅結構 現代的修夫基 當時認為破不了密集 倒不如一把世界盃上 用三中堅結構 三中堅結構 直至等到英格蘭有破密集的基礎 才在歐洲國家盃外圍賽 變回4-2-3-1 但98年的時候 我相信不是因為這個理由 我估計98年的時候 根本沒有想得那麼深入 教練的何道 只不過是找不到左腳的進攻點 98年的英格蘭 竟然是和當時的意大利 阿根廷和西班牙一樣 都是出不到具級數的邊線進攻球員 大家聽了這個98世界盃專輯這麼久 都發現這一屆 是很少有級數的進攻球員 尤其是很少有級數的進攻邊線球員 連傳統出逆風的英格蘭都面對這個問題 而且由於當時英格蘭是信奉左腳要打左邊 如果出不到左腳的逆風 即是找不到人踢左邊進攻點 所以當年他們覺得密碼難民 都不是一個理想的左邊進攻點 90年的時候 有個左腳的球星 逆風華道 但之後就出不到一個具級數的左腳進攻球員 傑斯就是代表了威爾斯國家隊 所以98年的教練何道 或者就是想為了避開選擇左邊進攻點的位置 而轉用三中堅結構3412 即是就這樣叫出擊力強的左後衛拿索斯上去 然後何道又想起96年歐洲國家盃的時候 入球太過集中於兩個前鋒的身上 即是都是靠前面那兩個 而左右兩個進攻點 這個是提供不到入球的密碼難民 入球能力弱 所以他當然更加會堅持3412 因為反正左右兩邊進攻點的實力都不夠 但是我們以現代的目光來看 當然是認為如果密碼難民能在左邊做到 就是陸業工作的話 其實能不能入球 他做助攻拉邊插入都可以打正選 而且英格蘭同一時間也出到右邊的進攻點 在這個時候碧咸的粉絲當然就是要尖叫的 但是可惜了 這個何道頭兩場分組賽都是不喜歡用碧咸的 他喜歡用安達頓 我覺得這裏就是這屆世界盃最錯的決定 先不要說碧咸在16強將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只是講戰術 雖然碧咸和加里利維尼這對好兄弟好朋友 就不是說速度型的球員未必適合三中堅結構的右邊Wingback 但是何道用安達頓做替工的右邊Wingback 功效都是很一般 尤其是我們可以說很差 安達頓剛剛才是英超商譽 復出更快入選國家隊 還要世界盃打正選不禁令人懷疑熱刺出身的教練 而何道偏袒熱刺球員安達頓 我想何道選碧咸入900世界盃大名單的原因 很可能只不過是碧咸踢曼聯的時候 在中線套入了球世界盃球 以及有罰球能力 何道根本沒有徹底理解當年碧咸的使用說明書 所以當時何道根本以為碧咸打中場中 但其實碧咸年輕時都有衝刺力 他雖然不是很快 但他也肯衝刺 當然是可以打右邊 在這個年紀大了的碧咸之後 在黃馬才需要打中場中 而既然安達頓和碧咸的速度演繹上差不多 當然是有傳送能力的碧咸 碧咸斬球的能力當然是好過安達頓幾倍 安達頓今天是沒有腳球斬得漂亮的 我真的不信碧咸90分鐘內都出不到一腳漂亮的球 至少斬角球定必有東西先看 這樣都不選碧咸打正選打右邊 就真的講不過去 結果這一屆是真的沒有用到 後山版的碧咸右邊七旋斬 去斬些漂亮球給頭脫強勁的舒利亞和舒寧咸 去離一些屈肌的招法 是今年這一屆世界盃是很少用到 在這個英格蘭的九八世界盃 其中一個就是失敗的理由就是這裡 另外 何道還是犯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在這個分組賽頭兩場的時候 三中堅結構的時候 是並沒有用到最快的進攻組合 當然你可以說當時的奧雲德國18歲 是不可以這麼快打正選 所以要用舒寧咸打 這個是舒利亞 例如我們看這條片 這條upload片的時候 當時郭嘉明都分析 就是說首場世界盃的賽事 是要出有經驗的球員 這裡我當然是同意的 就是用舒寧咸這個整體意識 在英格蘭陣中特別高的球員 一定必有幫助的 但是用得舒寧咸 就不可以用三中堅結構的了 因為三中堅結構只有三個進攻點 我當然明白舒寧咸 是一定要出來幫舒利亞 因為舒利亞的整體意識 是不足的 除了入球觸角和射門是世界頂佔之外 舒利亞其他部分其實不是世界頂佔的 沒有球走位一般 速度也不算很快 而且最差的那一點就是做支點 舒利亞當然會有成功的支點例子 但成功率偏低 而且很少回望後面的隊友再回傳 即是他很多時候都是硬要自己轉身去 被人針對著頂著屎筆不是藉口 沒有意識去做支點是自己的問題 你背著龍門拿球都夾著自己轉身去 是會破壞了英格蘭的進攻節奏 96年歐洲國家盃的時候 其實已經看到舒利亞這些問題 所以定必要有個支點能力強的舒寧咸去協助舒利亞 但如果舒利亞搭舒寧咸的話 就要打回4-4-2 而不是三中堅結構 三中堅結構只有三個進攻點 一定要用最快的進攻組合 才可以覆蓋前面的空間 因為你少了進攻點 你這樣的話就會對於32歲的舒寧咸太過吃力 這樣的話其實是會削弱入球能力 一定要4-4-2才適合舒寧咸的 舒寧咸在4-4-2當中就適合了 他除了可以明買明脈屈肌之外 還可以升出禁區頂用腳做主角 他是有這方面的能力的 4-4-2的話就可以用盡舒寧咸的了 相得益章的了 但如果教練堅持三中堅結構的話 那就不是舒寧咸了 是奧運 奧運要上陣的了 其實奧運這個整體意識比較弱的球員 只要用這個三中堅結構 玩這個速度型戰術 其實是會對的 因為他那個覆蓋能力強 夠速度 他用個人能力盡快完結攻勢 加上球隊都是呼應他盡快完結攻勢的話 那就可以隱藏到奧運的支點能力薄弱問題 但可惜了 英格蘭在900世界杯首場賽事對特尼西亞 就是為了要有經驗用了舒寧咸 但是又走去堅持 就是3-4-1-2結構 就搞到進攻球員不適合結構 簡單點說 就是戰術錯了 而最慘的就是英格蘭 是可以用到級數 贏到特尼西亞 所以第二場波對羅馬尼亞的時候 戰術又出錯 這件事就是導致英格蘭今屆世界杯十六強出事的一個 就是一個伏線來的 整個故事的脈絡是比較長篇的 我遲些講到羅馬尼亞的分組賽賽事才再講 以及講到十六強才再講 這裡我先講到今天英格蘭首場對特尼西亞的賽事 英格蘭是有儘快完結攻勢去配合三中後衛結構的進攻模式 但是儘快完結攻勢都需要有一個 就是進攻點的平均速度快的 以及覆蓋率高的 但是今次英格蘭就是欠缺這個速度 欠缺覆蓋率 所以英格蘭的高位壓迫都不夠 甚至乎何度可能都沒有指令英格蘭全場壓迫 搞到特尼西亞都瓜分到不少控球時間 英格蘭引對方進攻不是問題 但是自己都要有一個反擊的速度才行 英格蘭欠缺速度 玩這一隻玩什麼呢 所以對著特尼西亞沒有明顯的優勢 英格蘭欠缺高位壓迫 是靠低位壓迫 幸好今天的蘇金堡表現得非常突出 即是打起了他 之後阿仙奴就是起談 而且蘇金堡今天是非常冷靜 再加上防守中場的恩師 才可以解決到特尼西亞的進攻 甚至進攻的時候要靠蘇金堡衝上來 才可以提供到一些速度型的突破 要靠中堅踩過界 證明進攻點就不夠衝擊力了 導致英格蘭欠缺組織套路 唯有明賣明賣就左右後衛這樣斬 但是這樣斬 安達頓斬得不漂亮 你說多陰功 沒有迫鹹的嘛 經常都見到安達頓斬到離譜 即是半場的時候 李克勤已經在投訴緊 舒靈鹹要用到個人能力 才可以在上半場有些東西 看當時是36分鐘 即是大家可以看那條片的 是43分09秒 是玩到這麼高難度 窩裡 即是說是沒有什麼組織能力 上半場英格蘭能夠打開過紀錄 都是靠死球 雖然同樣都是用三中堅結構的克羅地亞 和英格蘭一樣都是靠死球 留在首場分組賽事才打開紀錄 但是人家克羅地亞是打到速度型戰術 英格蘭是打不到的 所以兩者的分別就是 就是克羅地亞的戰術合理 再用死球打開紀錄 英格蘭就是戰術不合理 要靠死球才打開紀錄 幸好這次拿索斯這個車路士的組合位斬波 都挺漂亮的 當然你可以說今天英格蘭沒有迫鹹 但是明買明賣都屈倒一次機 特尼西亞的後防線什麼人有問題 只不過上半場史高斯兩次黃金機會都把握不到 但是我必須要說回 今天英格蘭是長時間都拉開不了紀錄 這裡一定是有風險的 你下次不是對著特尼西亞 對一些級數高一點的球隊 那又怎麼辦 剛剛說過就是史高斯把握不到兩次接應明買明賣的黃金參市 這裡當然就是跟當時史高斯得的23歲有關 大賽經驗不夠 但我也想稱讚一下這個 一年前法國盃 已經打起了的萬聯青奮產品 今天看到23歲的他 都已經有個引領攻勢的能量在樹 在中場那裡做了很多低調的策劃組織 是低調無名英雄來的 合作性和整體意識的含量是很高的 23歲來講算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史高斯打正算是對的 如果英格蘭沒有史高斯穿針引線 其實肯定踢得更差一點 而且史高斯多次能夠後上插入禁區產生機會 而且上半場有兩次黃金機會 也就是表現了史高斯的閱讀球賽能力 是可惜一點 他是把握不了 我們今天去到比賽的最後階段 都看到史高斯發揮到招牌貨的軟石入球能力 是入球了 這次是腳內到不是他慣常的腳面 展現了他射門的多元化 亦都打開了一代球星的一頁 但是英格蘭今天都是死球和軟石入兩球 繼續反映組織力的疲弱問題 去到下半場史高斯踢得沉了 就是因為前面的進攻點速度越來越慢 蘇利亞和舒寧涵越跑越慢 何度下半場根本要儘快換入奧運 誰不知85分鐘才換奧運 還要換一個換人名額 還有李斯費迪南沒有機會上陣補充速度 亦都不換碧涵補充中場的體能 英格蘭首場的賽事就反映了 所以說何度這個教練級數是有多少 唯有寄望下一場對著這一組最強的羅馬尼亞的時候 何度教練會反省 如果不是的話 不幸輸給羅馬尼亞 那就需要次名出線了 這樣就會搞到16強要對著隔離組首名的阿根廷 英格蘭首名出線才可以避開隔離組的阿根廷 雖然我們現在看回頭 我們會發現如果英格蘭當年首名出線 是會對著克羅地亞 克羅地亞是900世界杯第三名 成績比阿根廷 但我相信當時任何人都會希望 英格蘭先對克羅地亞 英格蘭有很多位置上都可以贏到克羅地亞的級數 只要英格蘭是用回奧運 那些發揮到速度型的三中堅結構戰術的話 理論上對著同樣三中堅的克羅地亞 應該是可以贏到的級數和速度 因為克羅地亞其實不是很快的 還有對克羅地亞理論上是舒服過對阿根廷 至少克羅地亞不會像阿根廷那樣 有這些東西 來到這裏大家有些什麼東西 就按廣告的東西 按廣告多點廣告 播多點廣告 播有聲廣告 這樣才可以幫到小弟有收入 還有like、share影片 還有subscribe 記得要訂閱按鈴鐺 還有用25元方法續頻道專屬會員 以及用3元的方法 用3元的美金在Patreon那裏幫幫忙 另外記得不要裝擋廣告程式 才會見到廣告的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